除了前面所讲到的面包这个例子之外 事实上我们生活中另外一个常见的饮品 就是酒 也是透过酵母菌发酵而来 那我这边就记录了 整理一下早期酿造我们东方的历史记录 西元前两世纪 吕士春秋就提到了 宜迪作酒 其实酒是谁发明的 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是宜迪 有人说是杜康 杜康造酒 所以你看有些酒馆 会叫什么杜康居 宜迪馆就这样来的 然后汉代战国社有提到说 过去曾经有人要那个仪迪来做酒 然后进贡给大宇 宇就是大宇 就宇喝了很好喝 饮而甘之 然后就说你滚 为什么 岁疏仪迪 然后绝止酒就发命令 大家不要碰这个东西 因为他说后世必有已久 亡其国者 你看真知灼见 果然是明君 太好喝了 容易上瘾 会出事情的 然后在近代有个人叫姜筒 还好他不姓饭 他就做了九号 有饭不尽 饭没吃完 围雨空桑 放在空树洞里面 聚集成为酒去气坊 就是酒了 放酒就酿造出来了 那另外有个典故是 有一派人认为 也许不是人发明造酒 酿酒 而是动物 明代这本书写到说 黄山多元 然后夏春采杂花 可能杂花跟一些果实 放到石蛙中 没念完 春夏采杂花果 于石蛙中 然后酝酿成酒 然后芳香洗人 也许是动物放在那边忘记了 就放酒就把它变成酒 然后人会发现 这样可以产生酒 就学起来了 也有这样子的说法典故 然后明代的九始说到 酒至宜迪度始作 宜迪度康 然后就越来越多 越粗越勤 然后南方多用糯米当原料 北方多用树米 唯品不一 酒就越来越多了 再只是东方 西方更多 以上是酒类相关的记录 从好几世纪之前 就已经有酒了 最后面这个讲的是酸奶 酸奶其实就是 发酵乳 就是优弱乳 你看这个祝贵圣经提到 以甜奶与酸奶 款待三为天使 酸奶就是发酵来的酸奶 所以在这么早之前 就已经有发酵乳的文字记录 可见这些食品做发酵 好久之前就有了 在好几千年前的 那个 那叫什么文 做木乃伊的是谁 埃及人 就已经有相关的面包跟酒的记录 酿啤酒也有 那讲到那么多 这些酿造 都是透过微生物来酿造 微生物是什么呢 我们本节的主题 就是利用微生物来做食品 到底微生物定义是什么 就在这 你也太小只了 所以用显微镜才能清楚观察 所以微生物并不是一个物种 并不是一类物种 它是身体够小 就叫微生物 所以它的分类非常广泛 病毒太小 它是微生物 真细菌 骨细菌太小 看不清楚 是微生物 生物生物当中的原生动物 好小看不到 还有小型藻类 好小看不到 还有真菌中的单细胞 真菌 酵母菌 或是些小型霉菌 例如 面包霉 很大一坨 你看得到 哇 面包上都是黑黑的包子 但实际上它的菌是 你看不清楚 所以它也被归类在微生物 要利用显微镜 才能清楚观察到的生物 就叫微生物 那我们如何利用这些微生物 来制作食品 那早期课会一下也发现 这些微生物可能会让食物腐败 产生臭味跟有毒物质 可是当然有些微生物会让食物 反而产生一些营养素 反而变成滋味鲜美 所以有时候让你变腐败 危害你的健康 有的时候却是帮你生产食品 好 微生物品性众多啊 我们接下来就一一介绍 生活中遇到 用微生物发酵的食品有这么多 面包 馒头 泡菜 豆腐乳 酒醋 味精酱油 优酪乳乳等 还有很多我没有写出来的 等一下会一一介绍 茶叶 巧克力 咖啡都有的 那往下走 那到底拿微生物来做发酵 什么是发酵呢 发酵不是学过了吗 分为两种啦 乳酸发酵 跟酒精发酵 大家请特别注意一件事 真正的发酵作用 绝对不会只有我们 基础生物所讲的那两个 发酵作用的定义在这边 会非常广大 它主要是 你只要利用微生物 把有机物的原料 转变成其他有机物 而供你所需 就叫做发酵 这个定义是食品工业的定义 谁说酒精发酵跟乳酸发酵 多了 发酵太多了 只要基于微生物转换 食物的原料 都叫发酵 那发酵可以帮助你 微生物帮助你产生食品 另外一个管道 有些很多微生物 不是拿来发酵的 它本身就是食材 把微生物拿来吃 那我们来举 等一下来举一些例子 好以上是 如何利用微生物发酵 来做食品 那有些微生物是食品本身